绝了 CP粉甲借开小造名义为王一博庆生 品牌方霸气回应太过瘾 肖战近来露面不多 虽然本人低调的在横店拍戏 可黑粉们时刻惦记肖战 时不时给肖战制造话题 生怕大家忘记肖战的存在 不得不说黑粉们真的操碎了心 这不又造谣肖战结婚生子 甚至称奇和已婚生子的张晶谈起了恋爱 如此谣言让人有些无语 不过这次肖战官方反应速度快 直接发文澄清称肖战所报的是同学孩子 同时将捐款转账时出现失误的员工辞退 并向一人和粉丝道歉 保证今后工作室所有工作更加细致 进入2021年 肖战事业全面回暖 整个人犹如陀罗般不停转 如此忙碌的状态哪里有时间去谈恋爱呢 据悉肖战主演的玉谷瑶已经杀青 不过肖战饰演的大神观石影 还有些戏份需要补拍 等到话剧结束后便会飞往银川继续拍摄 之后整部剧才会彻底杀青 这箱肖战忙碌不已 黑粉们肆意造谣 而那箱CP粉们也没有老师 拿肖战商务来造谣 如此厚脸皮的行为让人着实看不明白 CP粉在超话发布应援公告 开小灶X王一博生日应援 内容为 因为8月5日是工作日 方便CP粉们前来参加活动 本次王姓艺人的生日应援会 会与开小灶活动一起举办 同时发布了应援的条件 时间和地点 很多人看完之后颇为疑惑 开小灶不是肖战代言的吗 怎么会给其他艺人应援生日呢 特别是王姓艺人更是不可能了解过数字事件的整个过程会发现和王姓艺人有脱不开的关系 所以即便开小灶有生日应援也不会是他 更何况该品牌有代言人 若是公然为其他明星应援 这将代言人放在哪里呢 为了解开自己的疑惑 有网友询问开小灶官方客服 并将截图发了过去 对此官方客服回应此互动并非开小灶活动 也并非品牌所为 所使用的logo未得到开小灶的授权 同时已经联系线下工作人员对此现象进行彻查与管控 并希望大家请勿信遥传遥 或许是联系品牌方咨询这件事的人多了 当有网友询问这件事的时候 品牌方直接有专门的客服接待 对此官方回应纠战血潮 在品牌方执行活动的地方展开个人活动 logo并未授权 已经窒息情况 紧急处理追责中 除此之外 开小灶线下门店也给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案 为避免带来负面影响 7月25日扇头终止门店活动 同时对于对接的推广人员内部处分 不再执行开小灶推广活动 主责人员也得到相应惩罚 扇头全区域所有管理人员 7到9月份销售单箱提成全部扣罚 通过官方回应可以看出 品牌方对CP粉的行为颇为生气 而且从法律方面来看 他们的行为已经违法 若是品牌方选择追责 他们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正如网友所说 王兴一人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言吗 非得盯着别人家的王一博 这并非官方第一次维护代言人 去年校战开小灶力牌巡演的时候 曾由CP粉挂上绿色以及黄色等代表归的东西 对此品牌方直接悬挂温馨提示 请挂与代言人有关的红色金刚节 其他颜色或与代言人无关的物品禁止悬挂 品牌方的小小的举动让粉丝感动不已 这是对肖战的尊重 也是对小飞侠们的尊重 大家都想将爱和尊重送给这个最温柔的男孩子 官方多次维护代言人 而CP粉却多次拿肖战代言开玩笑 之前将肖战满汉大餐的海豹批称双人海豹盈利 之后众网友纷纷爱特以及私信品牌方 对此品牌方回应已委托律师 积极维权 几个字下得CP粉赶紧煽博 接连的侵权行为让人有些无语 他们是不懂法还是故意挑衅品牌方 又或者为科唐不择手段呢 总之不管哪个原因都给肖战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若是不了解的 直接在视频平台看到他们所辟的图 难免会以为他和王庆一人有什么关系 殊不知肖战官方一次次辟谣 只是他们装瞎看不到而已 小编有话说 科剧中CP可以理解 若是在现实生活中科真人就有些离谱了 况且博军ECP粉心里根本没有肖战 每次给他带来的只有伤害 若真的还有一丝丝喜欢肖战 还是放过他 让他未来的发展之路 少些辱骂底之声 本文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为者必投诉到底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亲权请联系告知删除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